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 抗疫特别国债发行1万亿元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特殊时期特殊举措 特别国债到底特别在哪 财政政策怎样更加积极有为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两会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来关注财政政策 两位嘉宾 一位是云联县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副院长赵锡君教授 一位是演播室的 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我们看到 今年的特殊情况之下 财政政策是被寄予了众望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更加的积极有为 那具体的安排是 今年的赤字率 拟案3.6%以上安排 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 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而且提到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 那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特别国债啊 因为这是继1998年和2007年之后 我们历史上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 我们特邀的场外评论员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刘尚熙 那我想问一下刘院长具体来说 这个特别国债到底是什么 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这个抗疫特别国债呢 它这个之所以叫特别啊 其实也是抗疫密切相关的 是在当前疫情春季下 这个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个疫情春季呢 采取了一项政策措施 所以背景它是很特殊的 这个意义上呢 它是叫特别国债 再还有一层意思呢 这个特别国债 它是不记录赤字的 它全部是要转一个这个地方 用于抗疫相关的支出呢 和与抗疫相关的一些 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设施的这种建设 还有这个公共基础设施等等 这些方面 还有一点特殊呢 就是说技能作为中央的这个 这个债务 它是国债呢 但是在使用上呢 都是都交个地方去使用 这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展安排 这个国债发行之后呢 都转一个地方 将来房本户稀呢 是利息全部由中央财政来承担 这个本金呢 是三期开 中央承担30% 地方呢 承担本子即使 那么这些方面呢 就是都表明了 这个抗疫特别国债啊 它的这种特殊性 特别支出 的确像刘院长刚才提到的 像1998年2007年 都是我们历史上比较特殊的 这样一个年份啊 那今年同样我们遇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在这个时期来发行特别国债 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啊 刘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专非常重要啊 也就是说这个特别国债呢 它是个专项国债 这就意味着这个专项国债呢 它的流向是专的 它的用途是专的 它必须是专管专用 所以呢这个特别国债呢 和以往不同的 正常的这个国债不同之处就在于这 也就是说它是由于我们这一回的 这种这个抗疫的这种需求 所产生的啊 所以呢这个钱 就是像我们经常打这个打比方 就是说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错 就这个钱专门是为这个事情来做的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之前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 在2011在1998年和2007年 分别有两次那两次是干什么呢 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 是针对这个四大国有银行 然后向他们发国债 然后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补充他们的资本金 这是一次 另外的话呢 2007年的那一次是干嘛呢 是为了建立我们的外汇储 外汇投资基金 所以呢专门发了国债 所以呢从前两次看呢 就是特别国债 一定是专项国债 一定是用在专门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呢也一样 就是说这个专项国债 这个特别国债 就是个专项国债 就用在专门的和我们疫情相关的 这些事情上来 所以要三保是吧 要用来做保就业 保基本名声 保持上主体 那我也来问问赵锡军院长 在您看来这样一个特别国债 它具体的用处应该是在哪些领域 而且大家会讨论说 这一万亿元的这样一个规模 是不是足够呢 应该说的话呢 从目前来预测到的情况 我看到了咱们财政部门 递交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预算 情况来看的话呢 如果说这是仅仅有这一万亿的 这个资金来弥补 今年的财政收支的缺口 那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今年除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的 基本的这个民生也好 基本的政府的运行也好 等等 它还有很多需要进行的开支 这些开支也跟这个疫情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说如果要都把这些 今年收支缺口能够弥补上 光靠这一万亿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除了这一万亿的特别国债以外 实际上财政在其他的方面 都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增收 或者是说其他的资金的来源的手段 比如说吧 一个就是原来的这个专项债 规模会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知道今年按照预算 地方的专项债的规模 达到了三万多亿 比去年要整整多了1.6万亿 这个比特别国债规模还要大6000亿 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财政部门也专门在预算中间 安排了这个赤字 这个赤字的话呢 按照赤字率从去年的2.8% 提高到了今年的3.6% 而且后边还加了两个字以上 这个3.6就增加了1万亿的 大概的收入 另外的话呢 以上就意味着可能按照 我们资金的缺口弥补的需要 还会增加 所以通过多项的这个资金的来源的安排 来弥补今年由于受疫情冲击 带来这个收支的缺口 这1万亿 那么它的特殊性就是要用在 直接对应这个抗疫 同时的话呢 是满足基层的需要 的确要怎么把财政这个增量做起来 刚才赵锡轩老师也提到了赤字率 也是大家今年讨论比较多的 因为从3月27号的政治局会议提出 提高赤字率以来 大家就在想这会提高到什么样一个水平 那现在看到是从去年2.8% 一下提高到了3.6%以上 现在就已经直接增加了1万亿的 这样一个规模 但是我们知道国际上是有一个 3%的一个警戒线的说法的 所以我们一下提高这么多 会不会有风险 这个未来的收支能不能平衡 其实3%这个警戒线呢 与其说是一个规则 不如说是个习惯 那么我们这些年呢 一直是按照这个习惯 也就是说在16年17年的时候 我们说2.9% 后来呢 去年呢是2.8% 那么差不多是 感觉是这么一个3以下 但是呢 这个说法怎么来呢 其实没法考证 也没有办法用理论来证明 也就是3%是最好的 大部分国家现在呢 都远远高于这个3% 美国 日本都是突破了 对 美国在2009年的后 曾经高达到9%的赤字安排 那么有人统计了一下 就是从2008年到2017年 这10年的时间里面 英国是6% 日本是6.8% 美国是6.7% 印度是7.8% 平均下来 也就是说 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 发展中国家也好呢 都高于中国的这个平均值 我们一直是3%以下 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总体上 我们的这个规模 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虽然是高到了3% 和其他国家比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中庸的 非常这个比较少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它是可控的 它的风险是可控的 对 没错 那这么多的钱该怎么用啊 我们再来看看 政府工作报告中 是明确说到 包括新增赤字规模 和抗疫特别国债 在内的上述 2万亿元 是要全部转给地方的 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 资金直达市线基层 直接汇起立民 主要用于保就业 保基本名声 保市场主体 包括支持减税降费 减租降息 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强化公共财政属性 绝不允许节流挪用 可以说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表述 我想接下来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锡 那刘院长 在您看来 这些举措 能够多大程度地 去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 现在疫情冲击之下 这个历史基层 它这个受冲击的影响也大 地方财政也因为困难 从这里来讲 把这个抗疫国债 全部业于少工资 保育运转 把基本人生 使地方财政 尤其基层财政的能力 能有所增强 成功能更好的 落实这样的决策部署 当然这些钱够不够花 所以也得要看 根据具体情况 不要把这个钱 花到极大方面去 因为现在要办的事要太多了 如果按照要办的事 来去考虑的话 那多少钱都不够花 所以还是要聚焦 不能发散 那我想当前这些钱呢 应当上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如果情况发展的变化呢 可以再进行调整 没错 要花在极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是要花在明处 一个是极处 一个是明处 极的地方呢 就是和疫情相关的地方 对吧 那么你看我们提出来 就是要花钱的地方 是我们现在提出来是六宝 那么也就是这个呢 跟疫情的相关性更强 而且的话呢 要强化它的公共财政属性 也就是说 它一定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 要花在这些地方 如果要是说市场 能够解决的地方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比如复工复产以后呢 大家的这个 对于看到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未来 那么市场能解决的地方 那这不是我们的国债 尤其是我们的特别国债 花的地方 它花的地方一定是就是 你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前面的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双减双降 那么比如说 对于容纳大量的就业的 这个中小企业 他们的房租 是不是能够补贴一部分 包括他们的银行的贷款的利息 能不能补贴一部分 对吧 然后呢 包括这个这些呢 能够让这些市场主体活下来 能够保障就业的这些钱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补贴 可能能产生一个杠杆效应 那么就能够把疫情可能造成的这种直接损失 那么降下来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钱的花法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另外呢 还要花在民处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钱 花的时候要有监督 之后的话呢 要有结果的评估 没错 这次其实也是提到 大家讨论多的也是 肯定是要在民生 还有一些重点的 这样一些经济的领域 是必须要去保的 那你刚才也说到特别重要的 这些钱怎么花 那赵院长 公共财政的这样一个属性 除了刚才刘哥所提到的 是不是还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应该说政府的这个投资 要起引领的作用 这些所谓的三保 就是最基本的 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现在确确实是碰到了 这些问题 你必须的给它解决 给它弥补这个缺口 然后让地方能够真正的运转 让居民的生活 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那这是最重要的 也是目前来讲 我觉得公共的属性 那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的预算来讲 除了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政府 预算里头包括的一些支出 我们有四本预算方面的内容 其他的像基金 转移 还有政府的这些 国有企业的运行等等都有 但是这个就不是属于一般性的 公共支出了 那我们这里就不谈了 现在还是聚焦在 一般性的公共支出领域里头 我个人觉得这些方面的 救急性的资金的运用的话 一定要把它画到点子上 我刚才说是救急用的 那一定要画到急用的地方 能不用的就不用 所以基金财政政策 我理解并不是说你画的越多越好 是你画的越准越好 这是你的能力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钱去瞎花 去乱花 因为多了 我可以瞎花了 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所以控制不乱花钱 把该花的钱 花到该用的地方去 这个是基金财政政策 我觉得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也是很难做到的一点 对 就像我们常说的 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 那其实在今年3月27号的 政治局会议中 就提出了财政政策的 三大发力方向 提高赤资率 发行特别国债 和加大地方专项债的力度 所以我们看到除了上述 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这2万亿 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 地方专项债的安排 也是有3.75万元 这比去年也是增加了1.6万元 这么多的钱 接下来 真的是必须要精打细算去用 一个是精打细算 另外还是要用这个 就是这个钱干嘛的就是干嘛 比如说现在我要是 现在有困难 像你缺钱 是吧 然后你可以有三种方式给我 一个是给我钱 这钱不用还 就是让你度过困难的 还有一种钱是借给你钱 还有一种钱 这钱的话算我投资 然后以后你要干了什么事 挣了钱你 有回报 有回报的有恶 那么这个地方的专项资金 就是第三种 对吧 就是说你那个钱是投入到一些 比如说即使是地铁 公共公益设施 但是它也要有回报 也要有计算的 对吧 那么我们的特殊国债的话 它一定就这钱是给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 你不能拿说 我这个钱是给你吃饭的 对吧 要救你的急的 你不能拿这个钱 然后去做买卖去了 对吧 然后你赔了 那么这个这是不对的 所以就是说哪一个钱做什么用处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现在的确是在地方上 在有时候用钱的时候 这个约束它不是刚性约束 它是个弹性的 反正就是咱这一堆里头的钱 是吧 我现在看到招商影子那企业来了 然后的话 我要配套资金 然后你把吃饭的钱用来投资了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一定要是要关注的 好谢谢 谢谢两位评论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观察广告之后 我们的节目继续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今天我们关注了财政政策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 加大地方专项债的力度 这是财政政策的三件齐发 那这显示了政府在特殊时期财政开源的举措 而另一方面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大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的举措 也体现了政府节流的决心 那这一增一减之间 考虑了民生的冷暖 更考量着财政的智慧和担当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请大家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